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当地时间2日晚 收到中国捐赠50万剂新冠疫苗的巴基斯坦 正式开启疫苗接种工作 总理伊姆兰汉在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并感谢中国 这也是巴基斯坦两天内第三次向中国表示感谢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 在伊斯兰堡的启动仪式上 一名医生率先接种了来自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 巴基斯坦政府表示 从周三开始将正式为全国超过40万医务人员首批接种疫苗 其次是65岁以上老年人群体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祝贺政府团队迅速行动 保证疫苗平安到达 并感谢中国政府捐赠的疫苗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巴方两天来第三次向中方道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1日宣布 今天凌晨 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捐赠的一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运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这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第一批疫苗援助 是落实习近平主席 关于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重要宣示的一项具体举措 黎明报提到 巴基斯坦空军当时派出一架专机负责运输第一批中国疫苗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 负责运输疫苗的专机1月31日晚抵达北京 装载疫苗后又马不停蹄返回巴基斯坦 最终于2月1日早晨抵达伊斯兰堡 在机场迎接疫苗的库雷西说 直飞运输任务的飞行员一分钟都没有停歇 只为尽快将疫苗运送回国 一日当天 巴基斯坦负责国家卫生服务的总理特别助理费萨尔苏丹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向中国表示感谢 中国国药集团首批疫苗已经抵达 感谢中国和所有促成这一切的人 我向我们一线医护人员的努力致敬 他们将首先接种疫苗 飞机抵达伊斯兰堡后 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在交接仪式现场 再度向中国致谢 称巴基斯坦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新冠疫苗援助的首个国家 疫苗是来自中国的礼物 我想代表我国总理伊姆兰汉的政府和巴基斯坦人民 感谢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人民 你们再次证明我们的友谊是全天候的友谊 我们始终同桌共计患难与共 库雷西说 自新冠疫情在巴基斯坦爆发以来 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巴方的抗疫努力 提供了包括派遣医疗专家组在内的各类支持 全巴上下对此有目共睹 这次捐赠的疫苗是巴中两国传统友谊的又一证明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龙在交接仪式上说 中方向巴方援助的这批疫苗不仅是巴基斯坦民众急需的医疗物资 更是中巴铁杆情义的生动体现 这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第一批疫苗援助 也是落实中国领导人关于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重要宣示的具体举措 农龙还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0周年 中国将继续为巴基斯坦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据印度国防新闻网站报道 土耳其和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为应对未来战争做好准备 尽管巴基斯坦国内经济形势不佳 但中途两国仍将全力帮助巴基斯坦发展国防力量 上周五中国为巴基斯坦建造的第二艘先进的054AP护卫舰 在互东中华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 巴基斯坦海军强调 该军舰的下水将增强国家的海上防御和威慑能力 去年8月 中国为巴基斯坦建造的四艘054AP型护卫舰中的第一艘下水 巴基斯坦海军还表示 054AP护卫舰技术先进配备了最新的反舰反潜及防空武器 先进的作战管理系统和传感器 该将加强巴基斯坦的作战能力 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而巴基斯坦的另一个全天候盟友土耳其 也在伊斯坦布尔海军造船厂开始为巴基斯坦海军建造新一艘岛籍护卫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驻土耳其大使卡齐 共同出席了岛籍护卫舰的分段焊接仪式 巴基斯坦海军也继续加强与中国合作 包括购买新装备和中巴海军联合演习来增强其战斗力 巴基斯坦海军正在扩大其海军陆战队 目前在瓜达尔港的巴军陆战队已经达到一个师的规模 而此前由美国海豹突击队训练的巴海军特种部队 计划在2023年发展成一支旅籍部队 而印度和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将密切关注 本月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港水域举行的阿曼2021联合演习 参演国家除了中国和土耳其外 俄罗斯海军也已经确认将派出黑海舰队的舰艇参加 俄军会派出包括护卫舰、巡逻舰、救援托船、海军陆战队和舰载直升机参与演习 巴基斯坦这个被中国人民亲切称为巴铁的国家 从上个世纪开始就一直与我国交好 时代的发展也是两国有益的见证 在2008年我国汶川地震发生之后 当时的巴基斯坦第一个向我国伸出援手 要知道巴基斯坦本就不富裕 但是在当时仍旧毫无保留的将所有物资拿出来捐给中国 即便是倒退20年也在所不辞 巴基斯坦总理的一句 只要中国兄弟需要就算是倾家荡产也要支持 让无数中国人泪目 事实上 巴基斯坦对我国的帮助绝对不止一次 就今年我国爆发疫情之后 巴铁仍旧是第一时间为我国捐赠了不少口罩 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在我国面临困难之时 巴基斯坦总是第一时间向我国伸出援手 锦上添花容易 雪中送炭的情谊实在难能可贵 而巴铁如此不计回报的与我国交好 怎能让人不赞叹两国的情谊 眼瞅着巴基斯坦与我国的关系密切 美国已经不止一次挑唆我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早在中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 当时西方国家为了彻底将我国围困 就主动找到巴基斯坦 表示愿意为其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 只要是断绝与我国的关系即可 面对这笔巨大资金的诱惑 巴基斯坦方面想都没想就直接表示了拒绝 在巴基斯坦看来 西方国家是和美国一条船上的 为了自己的利益画大饼 当利用完之后便会投也不回的与之断绝关系 巴铁并没有那么傻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一直都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在我国最困难的时候 是巴基斯坦主动为我国提供帮助 而我国自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 如今在巴基斯坦需要之际 我国猛砸八十亿对其进行的援助 帮助巴铁搞基建 为中巴友谊更上一层楼奠定的基石 其实不仅是巴基斯坦 只要是与我国交好的国家 在困难之际对我国施益援手 我国都不会忘记恩情 总是会投桃报李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未经许赞 到英国 未经许赞 李宗福 而回我们请大家 deיי